Hello大家好,我是玛琳达 今天我们来学折一只西川沉丝设计的天文望远镜 这只天文望远镜是一个组合作品 它分别由镜筒、三脚架、寻星镜和配重这四个单位组合而成 每个单位的折法都不难 出来的成品也是简洁好看 那么我们就开始吧 折这只天文望远镜我用的是15厘米的无印良品的纸 总共需要两张大的和两张四分之一大小的正方形纸 其中这两张大的会分别成为镜筒和三脚架 然后另外两张小的会成为寻星镜和这里的配重 我们先从镜筒开始折 首先边对边对折两次 之后呢 把底边往上折 但是这里不要对齐了折 要折的比它高出来一点点 高出这样的一小段 那背后沿着它同样的往上折 之后呢 把这个纸层这样子折上来 下面的纸层覆盖着上面的 然后呢把右边的纸层这样子打开 并且折下去 这里呢也是 不要贴近这个中线来折 还记得刚刚这样折的时候 上面露出的这一小段 把这个的宽度给记住 然后在这里折的时候 就距离中线 差不多那个宽度 这边捏出一个45度的折痕 然后右边的纸层这样推过来压平 就变成这样 然后呢上面的这个纸层也一样的打开 做一个对称的折痕 把它在这里压平 之后呢 这个边朝着这里的这条边 折一下 打开之后呢 这里也往右打开 把上面的这样子摊平 下面的也是同样的 之后呢 左边也是做同样的处理 可以旋转一下 这里折下来 中间空一小段 右边的纸层压平 上面的纸层拉出来 并且做和下面对称的一些折痕 这条边朝着这里的白色的边来折 然后打开 上下的纸层摊平 之后呢 翻到背面 把这里的这个角都给折下来 然后上面的这两个三角形往下折 下面的三角形往上折一下 然后再恢复 之后呢 这里 这条边朝着上面的边折一下 左边做一个对称的折痕 下面两个也是一样 之后呢 我们就要开始把它给卷起来了 可以借助圆柱形的东西 把它卷起来之后呢 就是要把下面的三角形 塞到这里上面三角形的口袋里 用手把它给弄成圆形的 左边的也塞进去 这里的三角形尽量的塞到底之后呢 在里面把刚刚做的那个折痕给捏一下 就是这里折下来 左边的也是一样 这样子捏紧就好了 之后呢 用一点胶水 把这里翘起来的两半给粘下去 这样子呢 这个镜桶就完成了 之后呢 来折三角架 首先呢 要做出双正方形的结构 然后呢 再把它给做成鸟的基本形 因为我们就让它们开始剪开 首先对这半做一些处理 把这个折过去 尽量让它这里分成三等分 这样子分三等分 我是直接目测一下 这样子差不多就是一个三等分了 之后再打开 做一个沉折 把三等分的中间这一格给沉折进去 就变成了这样 那剩余的三个边都是要做同样的处理 那剩余的三等分 就变成了这样子就变成了这样子 现在就变成了这样 之后呢把上面这个三角形折下去 并且做一个沉折 这四个边都凸出来 其余的都凹下去 之后呢把这里的这个正方形这样子打开 然后呢再沿着中线 把它这样折一下 之后呢沿着这里的45度线 把上面这块做一个内翻折 之后呢 把它左边的第一层做一个外翻折 也是沿着这里的一条45度线 然后呢 然后呢再把这里的纸层给拉出来 拉出来之后 这里也是沿着45度的捏一下 然后呢再把这里纸层往上翻 这里就翻成了白色的 背面也是同样的 背面也是同样的 先把纸层给抽出来 然后呢再翻成白色的 之后呢这里的第二个角也是同样的 沿着这里的45度 这样折上去 然后这里的纸层也是翻开 把白色的纸层塞到里面去 然后这一面的这个纸层也一样的 把它拉出来 然后这里捏一下 之后呢这个纸层包住整个的这一只角 这里的第二只角也就完成了 背面第三只角同样的处理 之后呢来处理这一根 这个呢是会成为那个挂配重用的一根杆子 首先就是把它做一个外翻折 这里呢让这个边朝着这里的45度的边来折 捏平 之后呢再一次外翻折 把它这样子折回去嘛 这里折上来的这个边要连接这里这个点和这里这个点 之后呢再折下来 之后呢再折下来 这次折的这个边和上面的在同一条直线上 然后呢再把它折回去一次 就是这样 这一步其实和神谷折屎设计的凤凰的尾巴是差不多的 之后呢这里这个尖把它给折回去 这样就OK啦 然后把这里的这个三脚架的其中的一个角给折下来 这里折白色的纸层 但是外面的蓝色的纸层还是保持原样 这样子折一半就可以了 因为要让它立起来 左边也是 调整一下 它就可以站起来了 最后呢把这个这片这个正方形给打开 之后呢就要用这个正方形把它和镜头给连接起来 这个三脚架就这么的完成啦 接下来呢来折这个配重 首先沿着对角线折一下 上下的两个尖分别朝着中点折 然后这个尖朝着上面顶边来折 之后呢再把这条折痕朝着上面的这个边来折 然后从这里的这两个点开始朝右边做出一条折痕 也就是说把这半这样子折上来 对面也是一样的 之后到背面捏出这个折痕把它朝着中线折 下面的这个角把它稍微的往上折一小块 这里不需要很精确 因为这块最后不是录在外面的 就是左右折细一点 再翻回来 把右边的这个三脚型折上来 然后呢在上面做一个托尔折吧 就是折出这个三脚型的每一个角的角平分线 然后沿着它们把它这样子捏起来 然后沿着它们把它这样子捏起来 摊下来 左边的三脚型也是同样的处理 之后呢就可以把它给这样子卷起来 也是可以用一支笔之类的扶住一下 卷起来就是要把底下这块塞到上面的这个口袋里 用手指把它给弄得圆一点 刚才折的凸出来的部分 让它这样子掉在这儿 那么这个配重也就完成了 之后呢我们来折这个寻心镜 首先沿着它的四条对称轴折一下 把这个角折上来 它右边的角折到背后去 翻回来 这里往上折一条很细的一条边 左边的边朝着中线折 然后把它再往上折一半 到背面朝着中线折 再打开 底下半个这样子折上来 这里沿着这里的45度线做内翻折 左边也是一样 翻到背面之后呢 左边沿着这一条线做内翻折 折之后呢就这样子往下摊平 成为一个正方形 然后这里的45度的小角折下来 沿着这里的第一条线把它给折到后面去 沿着这里的竖线和这样子的两条45度的线 把这块这样子摊平 然后这里朝下折一下 然后呢在左右的两个边分别朝着这里 这个折痕都折一下 然后呢这里要做一个蛇复折 这里是有四格嘛 首先中间两格是要凸出来的 就这样捏起来 然后下面的这个角这样捏起来 这样子就可以压平了 之后呢把第一层纸层给折下来 然后左边的这样子摊平 之后这再折上来 然后呢左边先沿着这里的垂直的折一下 之后呢前面一堆纸层都需要打开 然后最后面的纸层这条边朝着后面的这个边来折 前面的纸层也打开 前面的纸层也打开 这样子再摊平回去 里面是长这样的 之后呢把这里的小尖往下折一点 这里的这个纸层这样子45度折下来 并且从中间打开朝上摊平 变成一个方形 这里的纸层翻上去 然后把中间的这个纸层做一个内翻折 沿着这里捏一下折痕 外面就变成这样 右边一半往左折 这个尖朝着这里的中线折 沿着这条折痕做一个内翻折 然后呢再这样子翻下来 之后从底下这个尖往上做一条折痕 把这一整个都往右折 然后后面的这层纸层把它给折上来 把它这样子立起来 把这个镜弄得圆一点 这样子呢这个寻心镜也就完成了 接下来呢开始组装它们 首先就是把这一片塞到这个镜筒的中间的缝隙中 然后在上面镜筒的顶端插入这个群星镜 之后呢在这一根上面装上这个配重 把这里中间的两个纸层卡到这里中间的凹槽处 之后呢这里可以上点胶 把它这样子固定一下 而且可以调整一下这个望远镜的角度 其他的部位也可以根据需要来上点胶 这样子呢今天的这个天文望远镜就完成了 嘿对我呢投个硬币 顺便关注一下我 之后在评论区六个言 写点建议 下期我们再见吧 inside 无垫 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